洋洋的电影《我的烟火》正受到批评 备受瞩目的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正在社会上引发广泛讨论 尽管该剧拥有广阔的故事情节和实力派演员阵容 但与偷偷藏不住相比 它仍被认为不够出色 该剧的故事情节和演员的表演受到了批评 无法满足观众的期待 《我的人间烟火》的故事情节围绕着长时间分离后的消防员 送燕和医生华奇的重逢展开 创造了一个浪漫而充满热情的故事 然而观众认为这部剧看起来更像是一部涉及职业的私密爱情片 故事情节和演员的表演都没有明确展示出来 使得剧集变得平淡无奇 对于《我的人间烟火》的期望过高 凸显了其缺点 该剧过于注重特效和无关紧要的细节 导致剧情发展缓慢 影响了观众的观影体验 最令观众难以接受的问题是演员的表演 主演杨阳因为表演过于油腻 创造了一个油腻且自满的男性角色 受到了批评 女主角王楚然也因为角色过于平淡而受到指责 两位主演之间的互动也变得生硬和缺乏情感 尽管杨阳和王楚然在外貌上得到认可 这对情侣也有良好的默契 但观众无法在他们的表演中感受到所期望的爱情和感动 为了在即将到来的电视剧热潮中脱颖而出 《我的人间烟火》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该剧需要吸引观众的喜爱 并改变演员的表演和故事情节 以实现这一目标 否则 即使剧本好且投资巨大 该剧也将沦为观众放弃的作品之一 你觉得我的烟火在地球上怎么样? 欢迎留言在评论区讨论